你这个成本两块钱一碗的粉呢 你就应该卖两块钱 会比卖十块钱赚的更多 那我不亏意思了 你这样讲 你过来哦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停留在那种赚钱的差价思维了 知道不 一乱讲 你听我说 我们应该卖什么而不赚什么的钱 这才是人家赚钱的真正的核心 什么意思 你来看一下你这条街 什么馄饨店啊 面馆啊 这种小餐饮太多了 竞争太大了 对吧 那我们如何跳出这种竞争呢 我来教你招 能够让你这个店里的生意也满满的 你想不想知道 真的假的 你放心嘛 我不会骗你的 好吧 哎呀 我都在这里的老客户了 我还会骗你 是不是 那首先 你就把这个广告打出来 你就说粉两块钱一碗 会不会有人排队 那我不要亏什么 别人这么多人排队 你害怕没生意吗 你把这个广告打出来 好 接着就是第二步 你这里有没有办会员卡的 目前没有 但凡想吃你两块钱一碗的粉的人呢 你就让他办一张卡 这只是一张会员权益 别人凭什么给你198块钱呢 是啊 所以说你是乱说 你等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 你想一下 假设一天有20个人办卡 那你一天多少钱 198增20 差不多4000块钱 一个月多少钱 10万 10万多 一个月12万 所以说你现在的目标是干嘛 就是卖出卡 一天卖20张 那用户不买你的卡怎么办 是啊 不买我的卡怎么办呢 好 现在我又有一招 保证让他们这些人办卡 这招叫做以物换物 比如说 就是他给你198 你再送他同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电饭宝啊 比如说红酒啊 白酒啊 都可以 是不是客户觉得物超所知 肯定很多人办卡 对吧 好 这个时候你赚钱了不 赚了吧 12万的 没有赚 没有赚 哪有那么容易赚的钱 一分钱都没有赚 抵掉了 对吧 但是你要换一个思维 举个例子 你一天办20张卡 你一年多少张卡 365天 有7000多张卡吧 你再去进这个红酒啊 什么电饭宝 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了吧 有可能你98块钱 就能够进得到 或者说六七十块钱 就能够进得到 那是不是多余的 那个一半以上 这个钱都是你赚的 是不是赚大了 是吗 那第四招 我都问你 你店里只有卖粉吗 对吧 你还要卖这个 有加料啊 什么牛肉啊 是吧 然后还有 煎饺啊 对 还有煎饺 是吧 然后还有面条啊 对吧 还有铜子骨 这个粉啊 对吧 这都是你的后段产品 刚跟你说的 那个粉两块钱 只是你的引流产品 真正赚钱的 就是你这个后端 都是真正让你 产生利润的 所以说 你这个十块钱的粉 你就卖两块钱 会比你赚的更多 这个粉 等一下我会过来 付两块钱给你 别走啊 外天的园里屋里的 你再跟我讲一下啊 哎呀 没有空 那个粉呢 等会我来打包 好吧 我去那边买个东西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